一架固定翼飞机从一艘船上起飞 听到这儿 大多数人想到的应该都是航空母舰上的弹射起飞了 但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在一些二战甚至是更早期的战略舰和巡洋舰上面 也是再有飞机的 而且还不是那种不需要飞行甲板就可以垂直起降的直升机 恰恰是在我们的理解里面需要滑行才能起飞的固定翼飞机了 但是本来就有很局促的战舰尾部 根本找不到也确实是装不下一个可以供他们起降的飞行甲板呀 那戴上他们有何意义 来让我们再仔细看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啊 弹射器 所以人家是可以起飞的 但降落呢 该降在哪呢 我是人称百科全树的火箭树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装在战略舰上面的飞机 是怎么起飞 怎么回收 又是为什么要被装在一个看似完全不合理的地方的 好 那我们就按照顺序来了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战略舰上面的飞机是在弹射器的帮助下升空的 弹射器相信大家不陌生了 因为这个玩意儿就是航空母舰上的标配 之所以放在战略舰上面看起来有点奇怪 主要是缺少了覆盖在表面的飞行甲板而已 其实换到航母上把飞行甲板给拔开看到的也就是差不多的东西 为了在有限的距离内把飞机加速到不至于掉进海里面 弹射器一般都会使用非常强劲的动力来源 比方说今天用的最多的是蒸汽 以及未来肯定会用上的电磁等等 相比起来这些早期装在战略舰上面的弹射器所用的动力就要朴实许多了 炮弹 这样我想起了恐龙特技可塞号里面的人间大炮 这里又冒了 登上 天就是 这地道 特16 去 大炮 习fall ensed 再 在 晚 愿 租 只不过在这被崩出去的是一架飞机 而不是可塞战士 准确点说 用的是把炮弹发射出去的药桶 我分析 之所以要用它是基于两点 第一确实是由于药桶里面的炸药 在爆炸之后 能在一瞬间产生大量的高压气体 而这些气体是可以推动活塞 以极高的速度往前运动的 正好就把挂在活塞上面的飞机 给加速起来了 第二点是 这些弹射器使用的是5英寸的药桶 而5英寸的舰炮 几乎是每艘美国军舰的标配 既然本来就要用到 大量的5英寸的药桶来发射炮弹的 为什么不直接也拿它来发射飞机呢 一物多用省事省力 再说了 又能在发射飞机上浪费掉几枚药桶呢 本来就只在了那么区区几家而已嘛 你要是非得为它 另外整出一套动力系统来 或许才真是不划算的 这样我想到了德国 不同于当时的美国 他们用的是压缩空气 来弹射装在战列舰上的飞机的 显然走的不是捷径 当然这样却更加的德国 好了 弹射出去之后 这回收该怎么办呢 没有飞行甲板 叫飞机落在哪呢 原来是落在海里面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不少的片段 难道没有发现 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吗 那就是他们身下都带着福桶 说明他们都是水上飞机 所以当执行完任务返航时 海面就是他们的临时飞行甲板了 他们先是降落在战舰附近的海面上 然后慢慢的流到战舰旁 接着后者就可以用起重机 把它调回甲板上面了 当然说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情况哪有这么轻松 你想啊 降落在海面上本来就不容易了 然后战舰还要与之相互配合 才能够成功回收 这在平时还问题不大 一打起仗来怎么顾得了那么多呢 所以在很多时候 战列舰上面的飞机都变成了一次性的 一旦出发就要做好回不来的准备 代价不可谓不大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既然代价巨大 为什么还非要在战列舰和巡洋舰上带上这些飞机呢 他们到底会执行哪些无可替代的任务呢 主要就是两个 侦察和火控 侦察其实没什么好说的 把事业带到天上扩大到几百公里的范围 这样的吸引力谁还能够抗拒呢 那火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观察并校正炮弹的落点 二战中的舰炮越造越大 越发越远 很多时候开出去的炮 直接就落到了海平面的下方 而炮手是需要观察前一发炮弹的落点 来矫正自己的发射阐数的 看不到落点怎么搞 那就上飞机看呗 其实在上飞机之前 他们先是上过气球的 但气球实在是太不靠谱了 先不要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安全的设备 就说它在大风大浪的海洋上空 要怎么保持稳定的工作吧 做不到就好淘汰 但需求还继续在那摆着呀 必须要抓根稻草才行 于是飞机就进入了海军的视野 然后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炮手的眼睛 把命中的精度直接提了上去 可见当初在选择的时候是没有看走眼的呀 那么既然都飞到天上去了 能不能带点炸弹火炮什么的 在观察之余顺便搞搞袭击呢 很可惜啊 重量和速度都在那摆着 办不到啊 装在战列舰上面的弹射器本来就短 能把飞机本身弹出去就已经不容易了 更何况还是阻力很大的水上飞机 要是在装点弹药变得更重 估计它只能一头扎进水里面变成水下飞机了 再加上本来就飞得慢 已经是有点火把子的意思了 还要不自量力的跑到人家门口去挑衅 不是自找无趣吗 所以还就是好好观察吧 然后祈祷在返航的时候 最好能够风平浪静一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